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一个人生老病死都是人之常情 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在古代时,因为没有发达的科技和医学 所以很多疑难杂症很难得到治愈 到了当代,医学上的进步已经可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症 人的寿命也得到了延长 但有些老人却还是没活过八十岁 因为他们不是因灾祸去世 而是这三个原因 第一,没有调整好心态 心态很重要 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 但是知道跟做到是两码事 仅仅是知道,仅仅是说到 充其量是喊口号 唯有真正意义调整好心态 才有望直接加大健康的概率 间接加大长寿的概率 心态好的人 性格往往集中体现出开朗以及乐观 既然大多数事情有两面性 也就会多看好的方面 长此以往 生活的态度就会越发积极向上 没有了哀声叹气 没有了怨天尤人 没有了担惊节律 取而代之的是应该知足常乐的时候 知足常乐应该顺 顺其自然的时候 顺其自然 应该舍得的时候 舍得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好心态不仅会给健康雪中送炭 而且会给长寿锦上添花 第二 没有坚持运动 运动虽好 但是不能够盲目 盲目运动会适得其反 若细心观察 不过八十岁的老年人运动 几乎可以说因人而异 无论是运动的时长 运动的项目 或者运动的强度 还是运动的环境 都是各不相同 可见 活过八十岁的老年人 相同点是分别运动 不同点 却是量身定做出千人千面低运动 其实道理很简单 正所谓大道质简 最好的运动是推崇的运动 更好的运动是适合自身的运动 由此会领略到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 运动对于身体的利弊 不是取决于运动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以及支配 第三 吃饭吃太饱 吃饭是每天必做的事情 每天还不止做一次 因此 吃饭如若失之好理 久而久之 结果极有可能谬以千里 这既不是故弄玄虚 又不是威严耸听 如若不信 可以问问周边活过八十岁的老年人 得到的答复极有可能相差无几 无非是吃饭吃到五六分饱或者七八分饱就需要打住 除此以外 要避免鸡一顿饱一顿 营养尽可能做到均衡 由此才能够维持生命 以及延续寿命 提供优质的能量 长寿并非误打误撞 长寿其实有迹可循 原来就蕴含在日常蛛丝马迹里面 活过八十岁 何尝不是 男者往往意味着不会 会者往往意味着不难 虽然做对了 不能保证百分百活过八十岁 但是历经之行合一不过 八十岁的概率会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逐渐加大 但通常人过六十岁以后 许多人叹了一口气 劳累一辈子 终于可以过自由的人生了 但也时常有人在漆黑的夜晚感叹人到晚年 真的是孤独啊 这种孤独就像是无声的枷锁 让我们喘息都觉得难过 但是走走逛逛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虽然已经到八十多岁 每天依旧精神饱满 似乎对人生有更多的探索以及渴望 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态让人激动不已 那么这群老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别来说 人到晚年 需要常常保持这四种心态 人生必然就少了孤苦 多了福报 第一 看淡人生的利益得失郭默若先生曾说成天执迷于利益得失之人 往往失去的更多 而且纠结苦闷之情 愈演愈烈 不管年轻时我们拥有过什么 亦或是错过了什么 那些人和事已然是过眼云烟了 我们已经人到晚年 如果每天依旧执着于无穷的悔恨和懊恼中 与我们无益 与健康无益 且我们身体衰弱 许多事已经无力回天 与其哀叹过去 不如好好拥抱明 明天 人到晚年 需要看淡人生的利益得失 接受自己人生的瑕疵和不足 每个人人生剧本 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比那些顺风顺水之人的剧本过于平淡而言 我们的人生则更加跌荡起伏 有起伏的人生 才叫精彩 人的晚年 需要有一颗豁达的内心 学会安慰自己 使之冬余 收之丧于 你的德语诗 不要紧紧看在眼前 过去 无需纠结 当下要活得美满 用这样一个心态 去看待晚年生活 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自然感受不到晚 孤苦第二 置身事外 抽离红尘 七情六欲最难割舍 而身在红尘 人生都是身不由己 许多人一生中为别人活 为别人忙碌 直到白发苍苍了一天 望着镜子中苍老的自己 才知道人生虚度 岁月无情 有人说 红尘就是一张纷繁复杂的织网 许多人看得见 摸得着 但很不幸 依然挣扎其中 人到晚年以后 望着滚滚红尘 要有一份毫无眷恋 扭头离开的勇气 我们老了 许多人 我们管不了了许 很多事我们也不想参与了 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重要 这个世界缺少了谁 依旧可以正常运转 那些未不熟的子女和亲戚 我们的抽离断奶 反而会让他们成长起来 这无论是对我们自己 还是对他们 都是人生一件善事 人到晚年 适当地抽离繁俗 远离红尘 享受晚年的清静无为 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人生已经到了晚年的阶段 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与自己无关的人和事上 人的晚年 学会自私 反而更幸福 第三 发现人世间的诸多 美好人到晚年 许多人人未老 心已老 宁愿一个人躲避在冰冷的屋子 自怨自艾 也放弃选择拥抱社会 去体会人生的诸多美好 于是性格越来越孤僻 感觉任何行为都是离经叛道 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是顾峰的文物一样 等到某一天尘埃落定 这样的人生一天一天地挨下去 真的有意思吗 所以 人到晚年 一定不要丢失那双发觉人间美好的眼睛 这个世界太过美丽了 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人 有那么多日新月异的新玩意儿 你若有一颗积极的心态 你的整个世界就 就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明亮了 内心的孤独感也烟消云散了 人的晚年 需要有种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但看云卷云输的心态 不管人生之前有多少不甘心与不愉快 那么从此刻开始 不妨缓一缓心态 换一换心情 出门去感知一下人生的美好 你会发现生命的无穷乐趣 孤苦感自然烟消云散 人生自然更幸福 第四 风淡云清 顺其自然 人生的烦恼实在是太多了 剪不断 厉害乱下 不妨顺其自然 认识的许多人 老年人非常纠结 纠结于自己的晚年生活漂浮不定 纠结于子女生活的不安定 人这一辈子太难了 每个人坐下来 都可以把自己的男士说上三天三夜 但人到暮年 真的需要看开一点 既然我们无法解决 不妨顺其自然 那些自己身上的事 能忘了就忘记吧 那些子女的事 既然她们已经成年 就让她们自己学会解决吧 我们对待子女的人生义务 已经做好 剩下的局面 需要她们自己去开创了 不要过分担忧 因我儿孙 自有儿孙福 这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人的晚年 风轻云淡 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心态 少一些琢磨 多一份平静 孤苦之情 自然戛然而止 提到长寿 就不可避免地 会说到养老问题 有人会说 我还不老呢 是的 但是现在不老总会老的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养 养成永远不老多好啊 老龄问题不仅是年龄问题 更主要的是心理问题 所以养老根本核心不是养身 而是养心 身体的衰老谁都无 无法阻挡和改变 身体虚弱了 能再回到年轻吗 头发白了 能再变黑吗 皮肤有皱纹呢 能抚平变得像十八岁一样吗 通通不能 所以养老不是养身体 主要是养心 老人的心充满了焦虑 孤独 无助 无望 无聊 无奈 时间有的是 却无事可干 只能靠遛狗 打麻将打发时间 而养心 就是让这颗心活起来 充满阳光 充满生命力 对未来充满希望 身老 心不老 如果老年人这个群体 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则整个社会一片朝气 净土宗念佛法门就是养心 养成佛的心 养慈悲的心 具体方法就是 念佛有这个绝招 养老养心的问题 养老养心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 许多念佛的老人 虽然已经七八十岁 但是内心青春常在 去年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 来皈依 我为他取法名佛童 儿童的童 他虽然年纪很大了 但心很年轻 其实我们都是佛童 佛面前的童子 这样一叫 不都年轻了吗 如果没有一颗年轻的心 即使十八岁也是 老人浑身垂暮之气 没有希望 如果内心有希望 有法喜 有前途 有光明 即使八十岁 九十岁 甚至躺在病床上 也是菩萨童子 充满活力 只要了解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了解净土法门 了解阿弥陀佛的旧度 每个人都会有信心 即便八九十岁 也觉得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希望 所以念佛养老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 获得最根本的关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